第三第三題,如圖所示,若一個電池的電壓為1.5伏特,電路中安培劑之毒素為2安培,則燈泡的電阻為多少歐姆? 這個是很簡單的V點IR、R點I分之V公式的運用,同在加上一點電壓的並連跟串連的想法。 我們看到一個電池是1.5伏特,這有兩個電池是串連,串連的時候總電壓等於分電壓相加,所以是1.5加1.5會變成所謂的3伏特,然後這邊會有一個安培劑是2安培,然後這邊有問電阻,那我們有所謂的總電壓、總電流就可以求總電阻,就是這個燈泡的電阻,公式叫做V點IR,那我們有3伏特,然後我們有2安培, 所以我們的電阻值就是1.5歐姆,所以呢我們算出來電阻1.5歐姆,因此33題問我們說,燈泡的電壓、電阻為多少歐姆? 我們答案選的是B,1.5歐姆。